当时信徒们相信 江端仪是神派来的使徒 能解开圣经中的奥秘 于是纷纷归回新约教会 可惜江端仪来台传教 不到一年之后 蛇癌发作病逝香港 年仅43岁 江端仪去世后 他的女儿张路德 接续为新约教会的使徒 并将红三旗取名为红以利亚 以利亚指的是圣经中记载 神所拣选的先知 1967年红以利亚将双年绝 这座山献给教会 作为根据地 并由张路德定名为西安山 1967年 刘信 谭信家族 大人小孩共十多人 离开山下的生活 随着红以利亚 来到西安山开墾 我们去头来的时候 从台北的车来到高雄 来到高雄 在高雄下车 就要走高雄 大车来到高雄 那时候开始走路路 要再担他们 开始就要走路了 在那儿就要走路 走到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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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到膝盖都放肉 我是做死人 我做死人 走着放肉 给你看看 整个新的志 我们感觉就走走走走走 新约教会主张 信仰不是光靠嘴巴讲 而是要实际 通过生活和工作来见证 他们依据圣经所记载 回到一千九百多年前 初期教会的运作模式 过着没水没电的简朴生活 渐渐的其他信徒也陆续加入 有一班平民 有退伍军人 有单身 也有西家代卷的 三四十人在此从事畜牧 种植 建造 煮饭 缝补的工作 人数越来越具规模 他们于是向台电公司 申请电力假设 却不被理会 我们开始建设以后 需要一些电 电力公司 看没有路 不帮我们处理 我们就自己 弟兄们发明一种木码 转盘式的木码 用缆线把电线杆一根一根拉上来 然后电缆就一捆一捆扛上来 扛上来以后 电力公司才上来帮我们拿线 那是1975年的事情 电线杆 那些粗的东西 那一支都一两千斤 千多斤 一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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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头 挑头 谁啥 那就大 撞上去 再撞上去 那有时一天 鸟没一支 二三十支 才能鸟多久 在西安山 人们以上帝为法律 依圣经而生活 与世无争 制成一个天堂国度 一二十年来 居民不但临有贾仙乡 小林村十七林 北平乡十二到二十四号的 合法户籍 家家户户也都挂有 门牌号码 没有户口校正 选举投票和兵役抽签 都是由贾仙乡公所办理 然而这个天堂国度 到了一九七九年 却遭逢批变 那一年政府将西安山的辖区 由平地的贾仙乡 改为需要入山管制的山明乡 却完全不告知居民 进行户籍变更 接着以居住不符合事实 属于违法行为 要求他们下山 由于居民不从 一九七九年年底 政府开始以各种方式 将西安山的南丁 诱骗下山 年轻人用教育召集 教育召集力把我们骗下山 很可恶的 我们收入教育召集力 不能不走啊 我们不能违反兵役法 就下山去了 下山到部队报到 部队方向来看 怎么没有你这个人的名字 我没有下一代 怎么没有我的名字 他们换来联络才发现到 上级历史 他们就好了 既然来的话就开始 教育召集 完了以后要回家 到了小林检察上 对不起 那边有个管制站 我们人不可以进去 还有一个呢 谭弟兄 他在山上 好好的没有事情做 突然有警察上山来 对他说 谭先生 对不起 法院传票 有人告你 杀人 我们谭弟兄吓了一大跳 我怎么杀人呢 我杀猪是有了 杀人怎么可能 不然这样传你 不然你要下去 这样做个解释吗 他就这样下去了 不宜有他 就要下去了 跑到法院 法官看一看 笑一笑 替他说 谭先生没有事 你回家吧 就这样子 回来 回来 到了小林检察上 对不起 又把他拦下来 为什么 管制去 不能进去 后来居民才恍然大悟 这一切都是执政当局 政策性的迫害 目的就是将他们赶下山 所以国民党 他因为香港那里 那里是加大力 很借金 我们这个工资媒是香港 在香港 所以我跟他联络 他是自然的怀疑 其實這都是道義 我們是一般單純的基督徒 所以那種的陷意 就是用政治的手段來撇開 因為是政治撇開宗教 我們那時候建設政府 對任何聚眾的團體 特別是宗教團體 它可以聚合力量 就有一種懷疑 懷疑又搞不清楚這到底是什麼東西 然後又應約之 左派的電影明星創的教會 然後再加上參加的人 尤其在西安山上的很多退伍軍人 政府就很擔心 說這些人到底搞什麼鬼 實際上也不知道他們搞什麼鬼 我想政府在那個時代就是說 那我寧願就是採取什麼嚴格的手段 所以這個有問題 遭到不公義的對待 居民向法院提出行政訴訟 1980年4月1日 西安山居民獲判審訴 那就真的說 如果這樣有公義 來 行政反應 你如果這樣是有公義 賣摸摸 國民黨賣摸摸摸 不過這個法官 反應 還可以讓我們有一個出路 這樣很好 好 我們拿著 我們拿著 我們拿著要回來 五個 五個 五個當時 五個切 給我們的行政法院判決勝訴書 我們拿著 我們要回家 來 警察 先生 這件 來看看 不行 警察 沒有明明 我說這筆警察 跟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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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張 這張勝訴狀 最後竟形同一張廢紙 根本對抗不了背後的正直黑手 五月一日 十多名警察各個荷槍實彈 強行進入西安山 將人留在山上的七八名婦女和小孩 全數抓下山 小狼 一隻小狼 一隻小狼 回去我們家 公公回去我們家 我跟那個 我跟那個 我要回家去我們家 我問不關 我要回家去我們家 對不對 我這樣走 他怎麼對我媳婦不對 有 說我這樣青春到三個 他也對方警釁 你看 那三個 這個國民黨的警察 他會這樣 我又是這樣 聽說我 我心裡的我就一把揮 你知道嗎 這樣 那也對我 對我去 走到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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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你如果是不留意 這三個 人來 那不是要怎麼來 幫你 幫你搶錢 我幫你搶錢 你叫他 受制於政治的脅迫 西安山居民只好暫時離開辛苦建立的家園 當時政府承諾要在他們的房舍貼上封條 為他們看管家業 但最後屋內財物不但被翻箱倒櫃 所有的房舍更被全數拆毀 現場成了一片飛雪 宛如扭曲的伊甸園 墜入地獄